街头监视器画面被狂风暴雨 攻击到闪了一下 镜头前的警卫亭就像被炸了一样 瞬间解体 建材喷到好几公尺外 旁边还有好几棵大树 也被风吹倒趴在地上 电线杆被狂风吹倒 导致周围上百户停电 大陆重庆市这几天 下起今年最强暴雨 各地灾情不断传出 雨下得又快又大 排水系统根本附和不了 重庆同南城区水沟盖 沉了喷泉 不断涌出大水 别说人不敢走了 连马路上的车都被困住 动弹不得 多处市区马路变水路 最惨的路段 水淹到成人腰部 外送员只能拖着电动车 缓慢前进 大雨还导致重庆万州 一座社区栏杆坍塌 大小不一的砖块 一口气砸坏了 停在下方14辆轿车的 挡风玻璃和车顶 根据当地气象局预报 这样恶劣的天气 还会持续一到两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